一一二零 恰秀逮捕 為愛而走 一一二零 恰秀逮捕 為愛而走 就在這個星期天 11 月 20 號 陳時中號召大家 恰秀逮捕 為愛而走 這是一場歡樂的遊行 沿著中少公路 2 段 3 段 4 段 我們進入一仙路 再前進松高路 一路到阿中未來要進軍的台北市政府 所以這個星期天的下午 1 點半 我們在中校 紹興 南街口正式集結 6 大隊 順著中校公路一路前進台北市政府 那麼第一大部分就是遊行的隊伍 那第二大部分 我們在市政府的廣場 下午 3 年開始就有非常精彩的演唱會 那這一次 為阿中寫歌 為台北創作 我們有六大表演團體 都會在主舞台台北市政府的廣場 從下午 3 點開始 包括我們的鋼琴詩人 金曲歌王 王俊傑 我們的台灣民謠大師 陳明章 那我們的台語歌后 詹雅雯 還有年輕人非常喜歡的 滅火器樂團 以及董事長樂團 還有我們的女性 欣銳創作家 Pia 吳貝亞 這六組都會在台北市政府的主舞台 進行演唱 那當然遊行的最終 阿中一路跟著人民 我們走上街頭 為愛而走 到達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那主舞台我們會邀請到蔡英文總統 純建仁 前副總統 還有阿中 會向台北市民發表溫暖的談話 所以這個禮拜天 恰秀台北 為愛而走 大家一起帶著歡樂的心 帶著正向的能量 我們一起來去驚 因為子宮車 我們其實這一整年來 尤其下半年 其實各黨各派 國民黨 民進黨 時代力量 激進黨 民眾黨 社民黨 應該還有五黨籍吧 對 就是應該是 各黨各派都有邀請 那其實我們也都很明確的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給孩子一個 很好的一個表演給大家觀賞 那我覺得其實 認同這樣的理念的這個 這個邀請者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樂意去 這個參與這樣的演出 對 那其實 阿中部長其實他也一直希望說 我們可以接受他的邀請 來這個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這個真的 其實不只透過一次 兩次 三次的來邀請 那所以其實我們也其實有點掙扎 對 那因為這個參加遊行 畢竟他可能這個 這個大家的這個 可能想法會比較多一點 那但是其實我們後來決定 就是不受這樣的影響 是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透過這樣子的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每一次的這個遊行 其實他可以更歡樂 其實更正面 那我想 因為這個 所提出來的很多的議題 也都是這樣正面的議題 那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就是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